在过去30年间呢 澳大利亚制造在食品保健品 甚至呢一些家具用品当中呢 是比较常见 也是呢广泛获得消费者信任的 这样的一个标志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标志呢 在工业领域其实并不多见 而在2024年的4月呢 工党政府呢主导推出了 一系列的振兴澳洲制造业的 这样的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叫做 澳洲未来制造法案 其中呢包含多达150多亿的 国家的重建基金 新设立的净零排放的管理局 以及呢大家比较熟知的 对一些清洁能源行业的巨大补贴 包括像太阳能板的 10亿澳元的补贴等等等等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份法案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或者工党政府 对澳大利亚制造业的 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呢 我们澳才的调研团队呢 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解读分析和调研 将给大家带来一份全新的报告 那么这份报告呢 我们将以直播形式 在澳洲东部时间7月3日下午1点 与大家见面为您呢深入的剖析 澳大利亚清洁能源行业和制造业行业 究竟呢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欢迎您立即订阅并开启通知 与我们一起探寻澳大利亚制造业的未来 我们到时间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